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热尘埃 长篇东北大树 六祖惠能 话说惠能与安克正两个人 走到一座石拱桥前 见一个背对他们画道画的人 突然间出手 将手中画纸奔着安克正抛来 与此同时一柄寒光闪闪的钢刀 奔着惠能迎面披来 这意外的突变 历刃的迅疾 使惠能没有任何思考对策的时间 其反应全凭一种自然的本能 他刷的一下意矮身 这柄钢刀 刷 从头上掠过去 惠能躲过钢刀 注目一看 这个袭击自己的人 年约四十左右 虽然头上包着黑色的扎金 但从无法的两臂上 看出来他是个光头和尚 惠能脚下加劲搜的一下 飘身纵出一仗开外 当时双手和石冲着这个和尚 败了下去 这一招叫灵山礼佛 是个礼敬对手的姿势 意思是佛门子弟礼让为先 绝非好勇斗狠之徒 可这位武僧一心夺下一波 哪管惠能礼让不礼让 刷抢到惠能面前挥刀便砍 这个人不仅身形奇快 而且刀法也非比寻常 只见他刚刀手中抡 先把门路分 团团势锐血飘飘四流云 凤凰单斩翅鲤鱼跳龙门 一路分二路四路八路分 变化七十二 见刀不见人 下眼风不透 上遮雨不淋 刀光如闪电 刀法石惊人 刀来对手抖 刀去锁人魂 这人这大刀 捂得刀山相仿 安克正一剑 大吃一惊 他一看 这个人的刀势锐不可挡 暗替会能捏把汗 可是自己功力尽失 没法帮忙 急得跺脚之喊 哎 你要干什么 光天画之下 你竟敢拦路行凶 世纪逞强 太不说理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人一边挥刀一边喊 不关你的事 你给我躲远点 再这么吵吵嚷嚷嚷嚷 别说贫僧对你不客气 安克正一听 安克正一听这个人自称贫僧 仔细一看 他那无法的两鬓 果然是和尚伴的 安克正一看 心中惊疑 阿勒克正不由得心中惊疑 这真是世界之大多奇迹 这真是世界之大多奇迹 出家人死被违毁存山寒意 他怎能迟到烂路把人欺 这真是世界之大多奇迹 朝书湖如此辛辣 凶寒无比 不少出家戒律 忘记生意 我今天非要扰乱 你心虚好让你心腹气躁 功力敌 安克正心中暗暗 大主呼吟 急忙忙 两台嗓门 喊得急 安克正一看 这和尚迟遲遭杀人 心的话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怎么光头和尚不守戒律礼法 拦路抢劫呢 他跺脚高喊 哎 不好了 大家看哪 和尚破戒 迟遭杀人了 周围有没有人呢 快来救人呢 他明知道周围不会有人 他这么做 是为了让那和尚生气 功力减弱 谁知 他这一声声大喊 刚落音 后边的来路上 还真有那么十几个人 飞马冲来 书中暗表 这十几个人 就是老僧惠明 在榆以北 给支走的那些五僧 不凡和尚发现上当后 改换了路径 带着这些僧人 又朝岭南方向追了过来 因为惠能呢 昨天晚上住在客栈 他没有骑马 就赶超上了 不凡骑的是一匹浑红马 脚力非常快 不知不觉间 就把这十几个僧人 抛到了后头 今天早上 不凡和尚 骑马追了很远 没见着惠能的影 他从在余岭以北 见到老僧陈惠明 那个时间推算 猜想惠能不可能超过石拱桥 一定是自己赶超在前头了 他急忙学回马来 来到了石拱桥帕 把马拴在路边的树林里 放长了江绳 让马随便吃点地上青草 他就趴在这桥上 假装画道画 想吸引来人的注意力 趁其不备 出刀来袭惠能 他以为这一招 准能要惠能的命 哪成想啊 他这志在必得的一招 不但没要了惠能的命 反叫惠能飘身 奏出仪仗开外 他虽然闯了江湖多年 可从来没见过 这等神奇的武功啊 所以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挥刀奔着惠能门砍 俗话说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兵器一地招就知高不高啊 这数招一过 布凡和尚就发现惠能武功高深莫测 他正着急之际 身后的来路上 来了这十几名武僧 布凡和尚一见心中大喜 当即冲着武僧高喊 诸位 快把这葛辽给我围住 乱认分尸 夺回一波重振东山 众武僧一听 立即下马 从四面八方一起向惠能围来 按说啊 出家人慈悲为怀 是绝不能犯杀戒的 佛弟子有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出家人是度众生的 哪能杀生呢 可今天这种情况特殊 因为这武僧当中 有两个不同一般的人物 一个是布飞和尚 和在桥头上袭击惠能的 武僧班头布凡和尚 他们俩是唐兄弟 俗姓邓 出家前都是江湖人物 武功高强 他们俩灌使单刀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二人双刀配合的天衣无缝 江湖人称阴阳双刀 俗话说 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进 虽然这话不绝对 可这两个人 确实好惹是生非 不守王法 有一次因意气用事 误伤人命 以致被官府通缉 而逃亡在外 后来他们俩 艳气游荡生涯 就于五年前来东山寺出家了 要知道 天荣万物海纳百川 佛门慈悲广大 为度众生而开方便之门 当然也就要广度众生 给能悔过的人一条自新之路 这两个人刚来东山那两年也很制成 五祖大师就给他们剃度了 希望他们在佛法的熏陶下能够悔过自新 两个人出家之后 于武功一道很钻研 可在佛法的修为上没有多少进展 以致在这名利得失上又起了称恨心 旧病复发 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他们认为会能带走了东山易法 会使他们东山寺声望扫地 和四僧人脸上无光 所以他们旧病复发又起了杀念 诸位 这件事是发生在大唐盛世 那是佛法的黄金时代 还会有这种不守戒律的出家人 何况是现在这个佛法的没落时期呢 如今我们的党有纪律检察委员会 政府有反贪局 商业有打假办公室 可佛教却什么都没有 因为佛教是一种智慧的传播 是一种思想的继承 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愿程序 不需要任何人强迫任何人 不需要任何人组织任何人 需要的是自觉自愿的断恶修善 培育高尚的人格形象 如果不能自觉自愿的断恶修善 那很麻烦 袈裟之下识人身 那是非常可怜可悲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出家人都恭敬 这是对的 但对于某些出家人 那不符合佛理的行为 大家千万莫轻信 便一看着来出家人画园 说哪哪建寺院 你就傻了吧唧舍钱 告诉你 你那会上当受骗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 不允许僧人走街串巷去画园 做一个好的修行人 他必须要守法呀 所以那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再不就打扮那神神秘秘怪了怪气的 穿的笛啦哒啦的 冒充是密宗大师什么活佛 说能给人消夜消灾 你就一劲往前凑合 其实我告诉你 你那十有八九是上当了 真正的密宗高僧一定在寺院里弘法立生 他不会无缘无故跑出来给某某人消灾 给某某人结缘 这灾难呢要靠自己去消 真正的灾难要靠自己改过千善来消 不是别人能给消的 单说着布凡和布飞和尚 见惠能夺走了东山一波心中气恼 布凡和尚抢到惠能的面前 单刀一挥 葛辽你有多少打柴的功夫 就都亮出来吧 布飞和尚也冲了过来 哼 葛辽你带走我东山一波 逃之夭夭抛下大众于不顾 今天贫僧要给你开肠破肚 看看你长了几层壮胆皮 贴了几根护心毛 说着话单刀一挥 一个磨顶兽戒 奔着惠能的头面就盘销过来 与此同时布凡和尚也挥舞钢刀 奔着惠能的腰部猛砍过来 这两个人不怪号称阴阳双刀 两口刀配合的天衣无缝非常的精妙 好个惠能真是定力如山智慧非凡 他面对二人的猛坎极次 一不慌二不忙秉心气助不光 招招有法事事得当 二人一看更加急火 挥舞钢刀痛下杀手真是厉害 无比意 不飞不凡通下杀手后 双刀起灰浪搜搜 摇牙切齿 正宁楼拿手的绝招 望出兜 担指尖双刀一分 扭金扭 锐怨偷逃 自火候 抗金龙张牙 武力炸好 防日途翻身 过你绣球 迅速穿墙 能过兵 为火湖穿尖 跳山斗 为月燕过脸 寻窝巢 女徒夫坐东 来星星 是火猪泥蛙 马魂大哈 鸡水煲了浮浪又猪流 毛日鸡斩吃 来煲西亚豪 深水源探壁 去敲头 枕水饮张口 吐气 一火蛇喷心 猛摇头 张月路行高 能救矮海 避水于海面去寻窝 斗木蟹诗威 行涌五湖 流途张月山 过荒丘 九木交月山 出了水 地图毫日陆地 来行舟 奎母郎凶寒 夺人名 楼金狗抱住 去沙丑 碧月屋遮天 展开吃 归途之遥尾 不罢休 敬木汗遮风 党捉月 归金阳登阁 山高楼 西月湖飞山 出了东 星日马腾云 来遨游 不飞不凡 双双连手 后安克正一见 魂下丢 如兄弟如此 宅心人后 遭人这般解杀为何有 不飞不凡 连手使出二十八秀追魂刀 把个安克正吓得魂飞破散 心说 鲁兄弟怎么得罪这些和尚 以致人家对他下次狠手 还管他要什么衣钵 那衣钵本是出家人的东西 怎么会倒到鲁兄弟的手上呢 鲁兄弟宅心人后 怎么能强夺他人之所爱 这其中定有缘故 虽然鲁兄弟武艺高强 可他毕竟赤手空拳对白刃 太凶险了 好汉难敌四手 恶虎害怕群狼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当此危难之际 我岂可袖手旁观 我宁可丢掉性命 也要助鲁兄弟一臂 知力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六祖未能